如果當然像我們現在電腦是用最新的 你可以從資料頁面裡面取得資料裡面從檔案 這邊就有從json OK 那我們可以用從json去抓 但是如果從json我們看一下 我沒試過他這個點擊進來因為這個蠻新的 那這個時候的話他會問我那個檔案在哪裡 那如果我今天是從下載 我剛剛有下載那個檔 json我沒下載 json我剛剛放桌面 桌面上面的 有個PM25的JSR在這裡 這個檔 匯錄OK 看一下他會幫我直接就匯進來了 沒有 你會發現 他匯進來居然是這樣的recall 扣裏扣裏扣裏扣 要選格式的 匯進來的時候 匯進來的格式 前面那個動作 這個嗎 這個捨棄 你說這個例吧 json 對啊 從json 對啊 這邊沒有啊 這邊也沒有啊 他只有這樣啊 所以他還是存在有一些相容性的問題 有一些json他沒有辦法 因為我在想說可能他這個也不是 標準的json格式 所以如果不是標準的json格式的話 我看一下這樣 好像還是 沒辦法 所以即便有這個功能 轉換 轉到表格 可以嗎 這個再試試看 如果不行的話 來源 這個就 卡在這裡 他也是用power query 所以 他就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我們假設 我們用那個 Python來寫 就可以寫得出來 只是怎麼樣去寫 其實我在雲端上有寫 大概一個 一個大概 的程式啦 其實不多 第一步的話呢當然 而且還有方法一方法二 我好像有寫的不止一個方法 那其實呢 上面部分呢 就是把這個list 把它抓下來 下面的話做什麼 就是把它輸出 那輸出的話呢 當然呢 我們輸 將來輸出的話 就是一個字串 那前面的話呢 當然 我會多增加一個s的變數 那因為呢 開頭我們會需要 上面一定有那個 藍位名稱 因為 我們抓的時候 其實沒有抓他的 藍位名稱 去掉key 所以第一步的話 我們是 在這邊加一個s 的變數 裡面的話呢 第一行就是 先加上他五個 藍位名稱 然後這個換好 這個換一定要加 然後再來去抓 他裡面的資料 抓到之後的話呢 再 把它 用串接的方式 串在哪裡呢 串在這個s裡面 那s加等於 s等於s加上 後面的這些資料 就是再把 第一筆資料 串在 這個什麼呢 藍位名稱的後面 再換第2個 再串第3個 最後的話呢 把它用fw的物件 等於open open一個 檔名叫 pn25.csv 把它write出去 再把這個 自串裡面的東西 全部串在這裡 write出去就ok了 所以喔 其實這一段 Ctrl C 其實我就把這一段 從s Ctrl C 然後放到哪裡呢 基本上就放在我們剛剛的 程式的下方就可以了 把它放在 這個 放在哪裡呢 放在list 1的下面這裡 OK 這個其實可以拿掉 這個好像就剛剛 上面已經有了 OK 所以喔 就是 多增加了 這個 就是藍位名稱 中間這個保留 裡面的話就 多增加什麼 多增加這個串接 你可以寫成s加等於 或者s等於s加也可以啦 這兩種寫法都可以 然後串什麼 串每一個 每一個 最後串出來之後的話 幫我把它存檔 存成pn25 write出去 最好了喔 最後當然呢 對 最後加一個close 因為有的時候我懶得加close 因為把它關掉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執行看看 這個pn25的檔案呢 就輸出了 執行看看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那表示已經輸出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是放在 我的 低疊底下 的這個 Python 2020 我按照修改日期排序 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pn25 的一個 csv 因為csv在電腦裡面會用 Essal來開 所以 我們可以常用裡面 可以把那個 負檔名打開 點開來 有沒有 pn25 點csv 這個時候呢 就被輸出了 OK 當然呢 如果你直接把它點開來 看一下 Essal 這個時候呢 就會顯示出來 寬度這個不足 把它 拉開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個是剛剛s 先開始串的 前面的欄位名稱 然後換行嘛 然後再第1筆資料 第2筆資料 第3筆資料 底下全部通通都 下載下來啦 那如果你不用Essal開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直接按右鍵 編輯 或者是說用記事本來開也可以 有沒有 這個 就是一個文字檔 其實裡面就是 資料跟資料中間呢 加 豆點而已啦 OK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喔 如果我們希望呢 把剛剛的jason 下載之後 幫我存成一個csv的話 基本上的話 就是再多增加這幾行 OK 第一個 這個s 這個是欄位名稱 1 第2步的話呢 就是再把這個s後面 串這個 列12裡面的所有資料 一個一個串 這樣 然後這個是第2步 第3步的話呢 再用這個檔案 把它寫出去 這個寫應該還有印象 3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說你遇到這種jason格式 你希望把它 轉換成什麼 jason 轉換成 csv的話 我是覺得喔 我是覺得喔 Python真的蠻簡單的 但問題是如果你用Excel VBA來做的話 哇 那很麻煩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是 還蠻值得去了解的 OK那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 其實 在那個 Python裡面做 沒有 多太多東西 實際上就是 把下載到的東西 再串一個欄位名稱 然後再串串串 串的過程當中 一定就是中間一定要加豆點 然後最後一定要換行 再把它存成一個csv的文字檔 就完成了 OK 所以 細節部分的話 我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第幾號 第14頁的地方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那個 0601的 第 14頁的地方 那這邊就有那個我剛剛寫的程式 只是這個程式一樣 我沒有加close 不過把close補上去好了 OK 所以以後的話 我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放了 很多資源 但是因為我們 這一期課程 沒有辦法全部通通 很詳細的 這個講完 所以後面的話 這個資源 都還是會在 不過我還是建議 如果你希望永久保存的話 請自行在做備份 備份的方法很簡單 直接就把它下載 壓縮檔 再丟到你自己的雲端硬碟 這樣就永久保存了 OK 那裡面的話 有些沒想到的 我想你們一樣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可以再去 因為上面都有程式 然後影片的話 你要找很簡單 關鍵是打 其實這些課 我只要放到雲端上 其實我 都講過 只是說 在其他地方上課 可能 可能時間會比較長的 甚至有的是超過100小時的 等於 這全部要全部講完 可能真的要超過100小時 而且要拆成好幾個階段的課程 才有辦法全部講完 那我們這邊的時間不夠 所以我們只能夠 至少讓你們有個基本概念 第一個 至少Spyder環境懶人包要會用 第二個 程式至少你要會貼 貼上然後 第三個至少會改 OK 然後再慢慢熟悉之後 以後可以自己做一些變化 我想至少基本 就 達到我們的預期的 這個目標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把Jackson 轉成CSV 雖然你Sale有提供 對應的功能 可是你會發現 他有的時候 僅限於 某一種標準的決定檔案才可以 但是有一些時候 他提供的 這個格式有那麼一點不太一樣 那就 會有一點問題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像坊間的那種 客製化 就是套裝的程式 最大的問題 還是沒有辦法量身定做 一遇到一些 可能特殊的狀況 那就完蛋了 就卡住了 所以像之前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 怎麼網路爬蟲結合 這個 就是視覺化的輸出 其實主要有一個軟體 Power BI 不就可以做到了嗎 老師你幹嘛這麼辛苦 還要學寫程式啊 就用Power BI就好了 剛好我前一陣子也考到Power BI的原廠證照 OK 那你說我對他熟不熟 其實倒也還算熟啦 那你說為什麼不用Power BI就好 其實最大原因是因為 Power BI裡面沒有地方可以讓你客製化 所以有的時候有些狀況 假如說 他裡面沒辦法提供對應的功能 那你用他做出一些 可能針對你自己工作上有特別的需求的話 那很抱歉 你就沒辦法做出來 所以這一點當然也是我覺得 為什麼 一定要還是要花一點 力氣在程式上面 當然你說坊間是不是有一些工具 是有 可是問題喔 那工具 在一般的normal狀況是OK的 一般喔 那種狀況是說 他們是幫你先預先想好 你的工作流程可能是怎麼樣 但問題是說 一般 沒有 有的時候說真的啦 這工作上的變化也太大了 所以哪有可能說 每個人工作都 一樣的流程 一樣的需求 如果沒有 那很抱歉 你就是只能突發煉鋼 當然我是覺得 就 緩不定 當然不是說那個工具沒有作用啦 就是說 你可以一般狀況 可以用 但問題是 如果有特殊狀況 那你還是要寫程式 盡量就是進可攻 退可守 OK 如果有簡單的方法 你用簡單的方法 你不要沒事 你就一定要寫程式 沒有那麼無聊 每天就喜歡 那會不會也 太over了啦 OK 就像說 我剛剛秀那個樞紐分析表 沒事就拉一拉就好了嘛 就OK了 你不會沒事 一定要寫Pandas OK 還有像那個 後續 我們做AI的部分 做那個機器學習部分 也會用到Pandas 也會用到那個 繪製圖表 MainPrileaf 那些都會用到 其實都有一個延續性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你們之後 可以把這個基礎打好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往前推進嘛 因為我覺得這種需求 一定會越來越普遍的啦 AI跟那個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這個好像 但實際上我是覺得 這個好像也 多一點點東西而已啦 我看了一下 因為我下一個禮拜 就要去參加一個 那個證照考試 就是我之前跟各位講 那個TQZ Plus 他有一張 那個AI人工智慧 與機器學習的 那個證照考試 他是有兩天的研習 然後下午就考試 所以他是 等於是 密集班 都把去上課老師都當神一樣 就是 都用飛的這樣子 對 然後下午就考試 天啊 然後怎麼可能 不知道 應該大部分都有底子啦 不然的話 怎麼可能 通得過 OK 那 不過今天有收到一封信件 就是說 因為那個 舉辦的地點 是在桃園 的那個中原大學 所以 疫情 但是 他好像有三場 研習 那 他上面只有顯示 兩場 我那一場沒有看到 有停辦的情況 我不知道是有沒有停辦 可能他在了解一下 我已經期待很久了 如果停辦的話 看起來好像上面沒有那個 停辦的 這個 這個訊息 可能再看一下吧 如果之後有 什麼樣的那個 後續的 這個證照考試的發展 將來也還是會再做分享 如果你們之後 對這方面的東西有興趣的話 其實 不妨可以持 持續的在關注啦 我覺得這些東西永遠學不完 所以喔 做這一行的 其實真的要 有興趣 OK 不然的話 我覺得 怎麼 一下子又有新的東西 所以從事資訊相關的 領域的人喔 當然也 就是說 需要有興趣的 他也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像我經常性的去閱讀一些 相關的那個書籍喔 我是覺得抱著反正我就是 去探險的感覺 所以每天都感覺 有一些新鮮的東西 其實還蠻好玩的 OK然後可以實際上 如果可以用在生活 或用在工作上面 其實覺得也蠻有趣的啦 OK 那這裡請各位試試看 如何把那個json轉成那個csv部分喔